好 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一场男子71公斤级的比赛 红方带着红色拳套 黑色短裤的就是宋少秋来自一龙奥语 他的对手来自白俄罗斯 法哈德 麦哈 麦娜夫 两位选手的身高 宋少秋1米78 对方1米73 从镜头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宋少秋要比对方高一些 低位打斧 抵扫 正刀 上来宋少秋的攻势很犀利 高段的扫踢 宋少秋目前出于攻势 高位的正刀很漂亮 我们看整个的表现 宋少秋的准备应该是比较充分 而且心里边比较有底 上来以后抢了先手 而法哈德目前还是表现没有出太多进攻 前屏高低扫 整个的立体进攻 把左侧和右下侧的位置都被封住了 宋少秋看来是一个比较擅长打组合进攻的选手 空一下距离 好 对方的前刺拳 中段 宋少秋顶歇 好 我们的场上赛班长内高老师警告了 你接腿以后只能举行一次进攻和一次发力 现在我们镜头里看到了 这是我们的指挥天才 周周 前手的地位打斧和后腿的扫砍 已经成为自己的一个招牌动作 这样的话对方已经开始有所反应 scoop 开 还是把对方更跟开了 福哈德底扫 我们可以听到力量还不错 但是目前的打击频率实在比较低 宋长秋后直前摆 又低扫 这也是X进攻比较经典的进攻套路 前次低扫 在整个的表现 宋长秋还是希望能跟对方控制在中距离 或者中距离以外的距离 中断 在目前我们看到宋长秋的表现 在组合进攻上 我们知道除了在方向上的分配选择 还有这个轻重的选择 对方左手击中了宋长秋的下巴 后手拳也打到了 那么我们看到在轻重的表现上 宋长秋还需要一定的改变 自己还是很希望用总结性的推法去打击对方的话 对方是比较容易预判的 好 这是一场男子71公斤级的比赛 宋长秋面对来自白俄罗斯的法哈德 第一段扫踢 两次 对方现在开始着重砍宋长秋的左腿了 而且看起来效果还不错 毕竟宋长秋现在的移动 对于相对移动慢的法哈德来说 控制他的移动才能有可能进行输出 哦 漂亮 中断 中断 法哈德的表现就像一个泰拳手 每一下的力量很足 但打的频率很低 一段 其实法哈德目前的战术实际上是对的 用自己的右腿扫砍宋长秋的左腿 如果能把宋长秋的移动打掉的话 自己还是有机会去用重拳打击的 前刺接前摆 要有竞逻一段 这个低段扫踢 自己要做一些提膝的动作 如果一直被踢的话 自己的左腿可能在第三回合会有一些影响 送上球 还是不希望跟对方打中进距离 还是希望控着距离 我们看每一次进入中进距离 送上球要不是选择搂棒 前摆接后直 对方 后摆前直 前上高 相对在全路的选择上 送上球的套路更稳定一些 送上球的脚步一直移动得很灵活 选择的腿法也多以大小腿折叠的边腿为主 对方的摇臂 没打到 后摆拳 双方开始进入后攻十秒 后手拳 两个人对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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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后的这十秒钟 我们看到两个人表现的还是很精彩 在法拉德的连续的右腿的扫砍下 送上球的左腿已经开始有反应了 所以一定要小心自己多做一些提膝 不会在前两回合的表现 送上球还是掌控了整个局面的主动 走 走 走 好 双方结束第三回合 那么作为法拉德来说 我们认为后腿扫砍对于宋长球来说有效果了 但是如果不加强自己的低扫频率的话 可能在宋长球腿有反应之前 这一回合已经结束了 宋长球目前表现出来的是 动作很快 移动很迅捷 在这个渗透力量上差一点 宋长球目前的战绩是20战17 剩3副一次KO对手 那么在KO率上其实并不是很高 对方呢有54剩16次KO 他对手 可以不加强 他对手 跟他说 很受据 他对手 他对手 看起来 他对手 他对手 看起来 我们在这个擂台上可以看到两个截然不同风格的表现 法哈德是泰拳式的进攻 每一拳力球自己的重击有效 那么他的对手速上丘应该是一个反打转搏击的风格 自己在移动和发力以及速度上是有绝对的优势 在力量的渗透方面还需要有加强的空间 这个出息力没有发完全 我们看这场比赛可以看到一个高个的低个的一个比较经典的套战术 在前两回合做着就表现得不错 第三回合法哈德开始发力了 哇 场上的裁判是我们的张点刚老师 广南大学的副教授 所以我们场上的场才包括底下的边才都是经过专业训练 而且长时间的这个理论和实践面相结合的我们的裁判 现在法哈德处于整个比赛的攻势 作为泰拳手表现的他第三回合的发力局也是表现出来了自己应有的这种中筋的力量和压迫感 漂亮一个腾空的颈骨的电锡 这场比赛三回合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场上裁判对于比赛的判决 这场比赛结果 一号召唤员27比30 二号召唤员27比30 三号召唤员28比29 比赛结果蓝方赦 蓝风把哈德获胜 三号召唤员27比20